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刚开始练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特别的保护措施 就在草地上摔明 草地上找一块草地 然后就在那里尝试 克服心理的恐惧吧 然后就一直在摔 然后最后成功了 然后就很开心 因为一直在摔呀 站不起来呀 一直在失败 对于那个资深的要求比较高 就是练习的时候 必须要站一次 然后我才会结束 就是这次拍摄 所以说 给我拍摄的人 他们都觉得累了 但是我自己还在一直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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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要再来一次 教练啊 还有一些表演啊 比如说一些车展啊 什么发布会啊 那些 但是不多 主要还是靠特级教练嘛 因为比较教那些 零基础的那些特级人 就是爱好者为主 就是爱好者为主 这该练习的那些特级人 就已经做到 纪人是自己的 主要是有些计划